手机锁屏密码忘了怎么找回 大家好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手机锁屏密码忘了找回的方法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方法 完全无损 不用清除手机的数据 只需几个简单的CMD命令 直接找回锁屏密码 感兴趣的话 赶紧点击下方的收藏 以备不时之需 好 首先第一步 我们用数据线 把手机和电脑给它连接起来 我们用把它给手机给插到电脑上 好 现在电脑和手机就连接好了 正常情况下 我们电脑想访问手机里面的数据 是需要手机打开USB调试模式的 但是现在这种情况是 我们手机没办法解锁 我们怎么做 当然有办法 我们需要在电脑上 先搜索一下ADB驱动 这几个字 然后点一下搜索 然后跳出ADB驱动 我们点一下普通下载 然后在这个地方 我们点下面的普通下载就可以了 上面高速的很麻烦 点下面普通下载就可以了 就是压缩文件 大小是1.33兆币 然后我们下载一下 好了 下载好 就是这样一个压缩文件 这个我们把它直接给复制到C盘里面 这个ADB驱动的作用 是我们手机没有开启USB调试模式的情况下 用它来直接用电脑驱动我们的手机 好了 现在已经复制到C盘了 就是最下面的文件 我们右键点击它 然后点击解压到当前文件夹 解压好了之后 在C盘下面就有一个安卓ADB驱动 这么一个文件夹 这样准备工作就做完了 我现在给大家讲一下怎么来读取 我们首先要按下电脑键盘上的两个按键 第一个按键是左下角 有一个Windows窗口图标的按键 就是我现在用笔指入的按键 左下角Windows键 还有一个是字母R键 就是这个键 这两个我们同时按下去 我按住Windows键 然后按住字母R键 两个按键同时按下去之后 在电脑左下角就会跳出运行框 相信大家已经不陌生了 我们在运行框里面输入CMD三个字母 CMD三个字母 然后点击确定 点完确定 这时候电脑就跳出了 大家很熟悉的CMD命令框 在这里面我们输入一串字符 输入一下命令 我们先输入第一个命令 让电脑和手机进入ADB的连接 我们先输入一下ADB 小写的 输入之后点一下回车 好了 他这个就开始运行了 然后输入第二个命令 第二个命令就是ADB 空格SHELL 这个命令输入之后 也是点回车 然后电脑给出的反馈 有一个这个符号 就代表成功了 好了 还上最后一个命令就可以了 我们输入最后一个命令 RM 然后加上空格 然后password PASSWORD 然后加一个点 然后KEY 这个命令它是删除我们手机里面解锁密码的一个命令 然后我们点下回车 电脑反馈了一个警号 这个时候就代表成功了 现在只需要输入一个让手机重启的命令就可以了 输入REBOOT 输入REBOOT再点回车 这个时候我们发现手机自己就重启了 等它重启完成之后 我们再看一下有没有密码 好 手机现在已经重启完成了 我们看看现在直接滑动能不能进入 好 直接滑动就进入了手机系统